其实说实在的 大家都很想知道 到底我们是花了多少的钱 因为这毕竟都是名指名高 那刚才我就提到 贵民委员其实之前 还特别去查到 美国的司法部那边 那毕竟还是公开的资讯 那有没有所谓 我们所不知道 没有公开的资讯 没有揭露的资讯呢 那你比方说 人家跟我们通电话的啦 或甚至是 我们请人家的这个议员 国会议员来呀 然后呢 噼里啪啦这么多的国家 都好像把它讲成是 外交部的这个贡献 功劳一件又一件 那结果现在最近 还有一个前美国 印太司令戴维森 你看又是po和照 率见蔡英文总统 然后顾立雄 在蔡英文的旁边 就这样站着 谈国安的问题 谈台海的问题 那但是现在 我们也只想知道说 难不成这又是 花了我们多少钱呢 因为委员我知道 其实像他们这些 都已经是什么 都已经不在那个位阶了 可是他们都是智库 由智库来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智库 都是来比方说参与研讨会啦 或者是发表演说啦 那这个都是要付车马费的嘛 然后这边也很多都是 我们外交部在那里 请客吃饭 来他们招待买单的不是吗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这个在蔡政府的这个时代呢 你会看到就是说他的预算呢越编越多 今年112年的预算呢高达2兆7 所以专家学者就讲说你可以预期到113年的时候 他要破3兆 可是你去看历年来刚才这个强哥有提到 就是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呢 我们边的预算我们没有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边的预算 我们花的每一份钱都是老百姓的一个辛苦钱 那我们提到说为什么在蔡政府的时代呢 会做这么多的大内宣跟大外宣呢 其实真正大家来提到 我们一般的人来讲 你的弱项是什么 你为了要去掩饰你的弱项的时候 你会用很多的东西来包装 那你去如果你去看这个 整个的这个隔回的这个人选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他有国际观的人 当然没有 你唯一能够讲说他的外语能力不错的 就是萧美琴 可他是不是外交体系出来的 他不是 可是因为他的语言能力的关系 你看我们像驻美的这个大使 然后就是这个萧美琴 所以你会看到 可是你会看到说 在整个阁源里面 有包括阁魁 包括整个阁源里面 他有没有具备专业的能力 有没有具备这个国际观的部分 有没有前瞻 像我们提到李国鼎先生 有没有这些前瞻原主的人 没有啊 你现在用了一个外交部的次长 用的人选呢 他有没有外交的经验 没有啊 他只是因为挺萊猪 他对政策正确 所以你从整个过程当中来看 为什么他要这么的强调 这个大内宣大外宣 就是他要去用这些的包装 去掩饰他的一个不专业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钱的部分 有这么多是在这里 然后更好笑的一部分呢 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执政的 这个民党执政的起研 你会发现他的特别预算特别多 他的特别预算 大家觉得说特别预算什么了不起 像这一次我们讲说 这个普发现金的部分呢 其实只要一个普发现金 需要国民党喊的是一万 民党喊的是六千 如果你今天是真的要 普发现金的好 那国民党让 没关系 我不坚持一万 就是六千 你就直接发了 可是不是啊 他就是包山包海的 把所有的这个其他的 他政策失败的这些东西呢 包括台电的亏损 112年的总预算里面 已经编了1500亿的部分 是要给这个台电的 这个亏损的部分 可是我们知道 台电亏损还有其他 所以在特别预算里面 他又把它包进来 所以这个才造成 没有办法普发现金 大家民众要知道 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 那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编 理论上面来讲 你的原来的总预算的部分 你做什么事情 你有政策 你才会有预算嘛 所以你应该 你的政策出来 你应该做这个预算出来 可他为什么会把 总预算的东西 包在特别预算里面 其实里面有一大部分 有鬼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原来去查 那个资料 美国司法部的资料 我们去问外交部的时候 外交部也说是机密的 也不肯给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只好说 那我们查国外的资料好了 既然你台湾的 全部都是机密 我们查国外的资料 你想想看 我们在国外的 能够找到的资料 到了台湾来 它变成机密的资料 这也难怪 大家就讲说 你们英党是黑箱嘛 你在国外都可以 查得到的资料 到了台湾来 你就是机密 我们讲说疫苗的时候 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疫苗的这个价钱 在国外 而且公开的东西 上面通通通都有 然后他就说 这个是机密的 然后我们还讲了 理直气壮说 合约里面签的 机密的一个条款 我们讲说 你学法律的 你不知道 所有的NDA 所有的Non-disclosure agreement 里面 保密的一定有exception 然后随略委员才在那边 所以后面才爆出来 既然你知道 在公开市场上面 有的资料 它就已经不是机密的资料 你就应该自己公开 可是我们看到 这些的秘密外交的东西 有没有公开 没有公开 我要再回应一下 就是刚才强哥有提到 就是我也曾经 陪马总统出访过 我们当时的这个九阳专案 我们对于国外的 资助的部分 都是有它实际上面的利益的 比如说像不管是 这个农耕的这个技术的合作 输出这个农耕技术 对或者是我们当时去出访的时候 到这个中南美洲的时候 我们去看什么东西 我们去看原来对于中南美洲的部分 因为要建立它的司法制度 然后有给他们就是这个founding 能够让它去盖法院 所以我们是等到事后的时候去验收 就是说每一笔钱在出去的时候 它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最后验收出来的成果 是怎么样的成果 清清楚楚 对清清楚楚 那为什么马总统呢 他当时做的时候 不用像这样子到处的去宣传去干嘛 他重点是说他做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国际 我们也知道马总统在这个国际上面来讲 不管是外语能力 或者国际观念上面来讲 他都非常有经验 就是因为马政府时期 我们的行政官员 他都是在专业的位置上 由专业的人来做 所以你会发现说 他需不需要在自己一直去擦脂抹粉 他不需要 因为他自己本身 他做的决定 他自己的经验 就全部都是一个专业的人才出来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 不专业的一个行政体制 就是因为他不专业 所以他要用钱 然后去掩饰这些 然后去擦脂抹粉 这个真的才是人民的悲哀 因为你有那个外表 你没有那个实质 可是最严重的是 当你洗脑之后呢 我觉得行政体制的官员 行政官员 自己被自己洗脑 他明明没有那样的一个能力 他以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你会发现 所有东西到最后 全部都破功 为什么 因为行政官员被自己洗脑 是 而且最主要是说 我们比方说 看到人家的这个国会议员来 我们也不知道 他到底拿了多少 可能是拿到自己的国家 或者是拿到自己的口袋 这些都不清不楚 我们也无从质问 然后再来呢 你看像刚才我们在讲 哇 这个现在拿钱出去 可以啊 可是好像怎么感觉 就是在帮你们这些人 在做关系 对不对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 一笔又一笔 结果呢 蔡英文好像很风光啊 然后游锡坤也出去露个脸啊 然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结果反而是 我们真正要的 那6000块钱 怎么样都还要等很久 这什么道理呢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Z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